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休息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 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 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休息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休息底德的观点 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 1894年的时候 美国替代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这个时候的美国还没有胆子敢挑战英国的权威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大英帝国的实力被严重削弱 美国这个时候才取代了英国了成为世界新的霸主 而且成了一个超级大国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主只有两个 大英帝国和美国 在这两个霸主问鼎世界的过程中 也有多个国家挑战其地位 但是大多都以失败告终 在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前 荷兰利用西班牙衰落和英国忙于内战之机 垄断了世界贸易 为了打压荷兰 英国发动了四次对荷兰的战争 最终在第四次战争中打败荷兰 获取世界金融霸权 在英国和荷兰的战争过程中 法国坐收渔翁之力 获得了大片土地与商贸利益 成为欧洲最强的霸权 这个时候 英国又开始打压法国 主导了七次反法同盟 最终 在1815年6月 法军在滑铁卢战役中覆没 英国成功阻止了法国的挑战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整个欧洲都被打烂了 英国实在无力应对美国的挑战 最终不得不和平让出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后 又向后出现三个挑战者 苏联 日本和欧盟 结果大家也知道了 苏联解铁了 日本在广场协议以后 也一蹶不振 经济持续低迷 经历了失去的20年 还将失去30年 而现在的欧盟呢 也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美国打压苏联 日本和欧盟的过程中 中国在韬光养晦接近70年后 也逐渐地崛起了 所以现在美国打压我们 也就一点都不难理解了 当然了 也有人认为 美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就成为世界霸主了 所以他是整下去五个老二了 英国 德国 苏联 日本和欧盟 美国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才能真正地算上世界霸主 因为在一战 二战之前 美国都只是算在经济上的霸主 在文化 政治 军事上并不算 真正全方位世界霸主地位 应该是二战后才确立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经济 通过罗斯福新政与贩卖军火 成功摆脱了1929 1933的经济危机 大发战争才 于1945年建立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与官贸总协定组织 成为世界金融霸主 军事 美军通过反法西斯战争 领导建立了统一战线 冷战时期又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从而拥有了指挥全球优势军事力量的特权 政治文化 美国通过反德反日作战 在德日战区扶植建立了广大的亲美政权 控制了全球很多国家的政治外交 不管是美国到底是整趴下了三个老二 还是五个老二 总之 现在美国要开始整我们了 其实这个世界和一个企业 一个单位 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老大成老二 老二挑战老大 这个都是必然的事情 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那么中国能不能顶住美国的压力 实现和平崛起呢 我认为绝对可以的 在二战以前 老大成老二 老二挑战老大 主要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 但是二战后 由于和武器的出现 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现实了 所以二战后 美国整苏联 日本和欧盟主要就是通过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的斗争来实现的 军事只是辅助 我们先说说美国是如何把苏联搞下去的 美国首先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 托考苏联的经济 然后在苏联经济支撑不住的时候 人民愿生再到的时候 向苏联输出西方价值观 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培养第五纵队 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我们平心而论地说 苏联有必要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吗 没有必要啊 因为苏联只要有摧毁美国的能力就好了 没有必要非要比核弹数量 太空竞赛 那个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美国核弹头数量比你多 就能消灭你不成 那不就成了拼经济了吗 美国在二战后大发战争惨 而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惨重 在经济上能比得过美国吗 所以苏联最大的错误 就是和美国开展军备竞赛 导致经济上承受不了 经济承受不了 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个时候 美国就开始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了 开始灌输资本主义的那套东西 西方所谓的民主是有条件的 如果时机不成熟 那么那就是致命的毒药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在中东和东欧地区的每一次颜色革命 最终都大乱的主要的原因 苏联和美国搞军备竞赛 以己之短 功底所长 让经济无法承担 最终失去民心 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 喝下了欧美民主的毒药 而放在现如今中国身上 我们不和美国搞军备竞赛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核武器 我们也不需要和美国比航母数量 战机数量 我们只要保证 让美国不敢对我们动武的数量就行 至于颜色革命那套东西 危险是挺大的 不过好在我们以前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们的经济形势一直不错 而且党的凝聚力还可以 虽然有一定的危险 但是美国无法让中国变色 美国曾经也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 想打击中国出口 不过中国始终顶住了压力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像日本那样 我们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上都是独立的 不怕美国施压 而中国拥有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 再加上中国体制的优势 美国的金融战更是无法成功 最后美国想不想在中国周边发动战争啊 答案是肯定的 美国巴不得在中国的周边发动战争 巴不得中国和周边的国家打起来 比如美国一直想打朝鲜 想在中国的东北制造一个大垃圾场 中国是如何回应的 中国外交部 别把朝鲜半岛当中东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百分之一都不行 言外之意 很明显 如果美国打朝鲜 那么就准备和中国短兵相接 美国没有那个胆子的 就像美国同样没有那个胆子 和俄罗斯直接打起来一样 南海仲裁案的时候 美国也想怂恿中国和菲律宾打起来 不过菲律宾实力太差 不敢和中国打 而中国不需要武力也能制服菲律宾 贸易上就可以让其屈服 所以美国叫嚣着和中国今夜就开战 可是最终还不是灰溜溜地逃走了 道理很简单 美国如果和中国直接开战的话 我们先不说最终谁能取得胜利 就算美国赢了 中国经济倒退到七十年代又怎么样 美国呢 美国的天平洋舰队恐怕都得全军覆没 美国军事实力至少损失一半 那时美国还如何控制欧洲 如何控制中东 如何继续围堵俄罗斯 用霸主地位换中国经济倒退三十年 孰清孰重 我相信美国人自己很清楚 在后来 动朗事件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都希望中国揍印度一顿啊 但是中国最终还是和印度和好了 为什么 我相信没人认为中国打不过印度 关键是 打完以后呢 仅仅为了发泄下 发泄以后 我们的商船要不要经过印度洋了 就算印度政府不敢在印度洋上搞事 但是印度国内的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呢 不要说中国了 恐怕就是印度政府都无法控制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 那时 那些恐怖分子天天搞袭击 天天搞自杀性的报复 中国要花费多大精力在印度洋上 另外 印度天天在巴基斯坦的中巴通道附近搞袭击 虽然我们不怕 但也不胜其烦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么多年来 中国一直在努力地维护身边的和平 而不像欧盟那样 帮着美国在自己的身边制造了那么多的垃圾场 最后 简单地总结下 美国为了打压苏联 主要通过军备竞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而中国吸取了其教训 不仅仅没有和美国比拼不必要的军事竞赛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 从而也让美国的颜色革命失去着力点 美国为了打压日本 逼迫日援升职 而我们政治 军事上具有独立自主的权力 所以美国也无法逼迫我们 美国为了打压欧盟 在欧盟的周边不断地挑起战争 而中国坚决不让美国在我们的周边制造任何的战争 可以说 面对中国铁桶一般的防守和超乎寻常的定力 美国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一步步的强大 根本没有任何下口之处 随着中国不断地强大 慢慢地把身边的国家都纳入自己的保护圈 纳入中国的经济体系中 那时美国还如何遏制中国呢 只要我们自己不犯前面三个国家的错误 那么我相信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阻挡中国的和平崛起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